還記得在前幾集的時候我們有募集Q&A嘛 對 沒有錯 今天這一集終於要來回答這些問題囉 在這一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先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喔 今天的影片除了會回答Q&A的問題以外 還會做一件比較有趣的事情 也不算有趣啦 就是大家一直希望我做的事情 像我之前在前往這個地方的時候 不是都會經過這條河嗎 喔 你好 你到底是像這樣 欸 敲不到他欸 為什麼 等一下我沒有穿裝備欸 難怪這麼痛 好 我們來打一下這個波比喔 這個好麻煩喔 他們會一直出現 我也不知道你從哪裡生的 他是怪物嗎 這算怪物是嗎 好啦 反正我們在這邊有個河嘛 那大家都希望我在這邊蓋一座橋喔 至少我看到還蠻多留言是希望我蓋一座橋的啦 所以今天我應該會邊蓋橋 然後邊回答這些Q&A的問題喔 那我會用手機來看這些留言 然後電腦繼續玩我的遊戲這樣 那可能我蓋一蓋會突然停下來 就是為了認真回答之類的 反正就是 對 就這樣囉 好 我們這邊可能會需要燒一些石磚喔 啊 我剛才直播的時候忘記把火把先收起來了 好啦 那首先是第一個問題喔 你多胖 心智年齡多少歲 其實第二個問題我覺得蠻無耗的 心智年齡我怎麼會知道啊 那我多胖喔 我體重只有四開頭 再來是 之後會開新系列嗎 有打算露臉嗎 然後我的三圍 不是 你問我的三圍是 怎樣 蛤 你對我的三圍有興趣是嗎 那之後會開新的系列嗎 如果有什麼 我有興趣的 我可能就會看新的系列 就有點像哈利波特那樣 我對他有興趣我就會開 那有打算露臉嗎 基本上我是決定10萬訂閱才會露臉喔 再來是有一個還蠻常出現的留言喔 其實一直以來大家都有這個問題 我記得我曾經有回答過 就是為什麼要叫做海尼根喔 那頻道為什麼又要叫做海尼根阿揍 那叫海尼根的原因喔 是因為之前我有個叔叔 然後他很喜歡喝海尼根 對 然後 他就叫我海尼根 我就叫海尼根啦 呵呵呵 對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 這麼 沒有 什麼故事的原因 就這樣 這個名字其實我也用蠻久的耶 至少應該是從兩歲開始 就有這個名字一直用到現在 用到現在我已經19歲了 對 我還是繼續用 我覺得這個名字很有趣啊 再來是 我的身高是多少喔 這個系列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才會結束 我的身高的話是 這講真的好嗎 有點矮耶 本來16開頭而已啊 那這個系列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呢 基本上就是 我把我想做的事情做完 我開這個系列主要有一個原因是 我想要做一套故事 就跟蔡某某那樣很像 但是並不是每一集都在做故事啊 為什麼做不出半磚啊 欸 為什麼做不出來 喔 這樣就有 為什麼 這個故事其實在前陣子有擱置了很久啊 大家應該有看到第11集還有第21集的時候 有一些小劇情動畫嘛 那那些就是我想要做的東西 但是這真的太花時間了 我沒辦法太長時間都在做這種東西 如果我一直做這種東西的話 我可能是月更吧 呵呵呵 再來還有提到 為什麼會跟蔡某某合作 那還有問題是什麼時候跟蔡某某拍片 不知道耶你猜啊 可以蓋個雕像嗎 可以玩吸血鬼模組嗎 其實還蠻多這種就是希望我玩什麼模組的這種 留言 那基本上如果我有興趣我通常都會裝下來啦 通常 至於蓋雕像這一點嗎 我是蠻有興趣的 可能會喔 幾歲哪裡人身高 想給當youtuber的人的一些建議 第五點是想不到 那你可以不用寫第五點啦 呵呵呵 我今天幾歲喔 我今天19而已 我是台灣人 那我之前住新竹 現在住台中 我點不到那個 我想要在裡面放慢 喔 這樣就可以 好 沒事 我是 好 沒事 呵呵 那身高剛才解釋過了嘛 就一六開頭 想給當youtuber的一些建議喔 欸 我自己也應該不算是吧 呵呵呵 再來 木的 拔刀劍沙底樹多少了 如果你是指木偶的話 那把斷掉了不好意思 我之後再想辦法弄出來啦 就是再弄一把 會有紅石機關嗎 應該已經有了吧 你這個 你沒有看之前影片喔 有學其他實況主的口頭禪嗎 如果你仔細看我的影片的話 應該會發現它蠻多的喔 再來是身高還有生日喔 身高解釋過了喔 欸 怎麼大家都希望 我說出我的身高 就很矮了 不要再傷害我的自尊了好嗎 至於我的生日嘛 我是2月19號 這個生日其實蠻 蠻讓我困擾的 因為你知道 大家不是有些人會看一些新作嗎 那 我這個生日就剛剛好借在 水瓶座還有雙魚座之間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到底是哪一個新作 幾歲玩minecraft多久 最喜歡的一部動漫 幾歲我剛才說過了 19 至少目前錄影當下是19 呵呵呵 玩minecraft多久喔 應該四五年嗎 有吧 其實我沒什麼在記 應該四五年左右啦 最喜歡的一部動漫嗎 我目前最喜歡的應該是暗殺教室 個人最喜歡的啦 目前 喔對了 再來還有一些重複的問題啊 我應該就不會再重複的回答一次喔 那我現在是用手機在看這些留言啦 然後我就隨便亂滑 然後看到什麼就回答什麼這樣 為什麼叫海妮跟阿祖 我剛才是不是沒有解釋到阿祖的由來啊 因為我的聲音在很久之前一直被覺得好像是 有點年紀的人 我記得在大概兩三年前我還在十幾歲 我現在也是十幾歲 不對我在說什麼 像兩三年前的時候我是16歲嘛 那個時候我就一直被覺得是二三十歲的人 我就一整個覺得非常難過啊 可是後來也覺得好像也蠻有趣的 就 算了 後來因為這個原因啊 然後我朋友間就把我取個綽號阿公阿祖之類的 就因為我聲音聽起來比較老一點 後來這個名字我就拿來用啦 九隻呼吸有打算增加嗎 目前是六個型態嘛 之後可能會為了劇情需求而增加一些 可能會有第七個型態這樣 就有點像是三一啊 他自己自創的七隻型 喔對了我現在蓋這個橋是亂蓋的 就是我沒有什麼想法 我就亂蓋 是不是特別喜歡老鼠嘛 我是覺得老鼠模組還蠻有趣的啊 至少他給我的感覺是有趣的 我就蠻喜歡玩他的 可以拍合作系列嗎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在這部影片之前 應該會有兩部跟別人的合作影片喔 在之後啊 應該也會再繼續跟別人合作 所以答案是對會會喔 可以玩東京餐種 那應該念餐吧 東京餐種模組嗎 我自己對那部動漫沒有非常了解 所以我去玩那個模組 應該會玩的沒有很開心 可能哪天我有看這部動漫的話 或許會去玩一下吧 可以找別的實況主拍片嗎 暫時性的話 我應該是不大會去找別人 就是我不會自己主動去找人 但之後我有想過 我想要拍一個系列是多人系列 每一集會有不同來賓這樣子的 如果真的有做這個系列的話 就還請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啦 最想和哪個實況主合作 今年幾歲喜歡的女實況主 今天好像很多這個 問我幾歲的留言對不對 大家好像都很好奇年紀喔 唉呀別想了 反正很年輕就對了 那最想跟哪個實況主合作嗎 他是一個荷蘭的實況主 我很喜歡 他叫Siv 他是打Low的啦 那前陣子他也有玩其他遊戲 像是Apex之類的 我自己很喜歡看他的實況 我覺得他的影片非常有趣 直播有的時候也會跟一下啦 順便練一下英文 喜歡的女實況主嗎 我覺得好像說誰都怪怪的 我選擇放棄 再來這個問題 我記得還蠻多留言有問的 有女朋友嗎 欸 至少我現在錄影的當下 沒有好不好 最常做的事 常出門嗎 我其實蠻喜歡出門的 我會騎車到處晃 或者是散步之類的 但近期很少 因為近期也是蠻多事情的嘛 那少出門也比較好一點啦 最常做的事情嗎 看小說吧 我還蠻常花時間在看小說的 個人蠻喜歡看一些故事 想不到吧 其實我是會看書的好嗎 為什麼叫海尼根 誰是尼比魯 那海尼根剛才解釋過了吧 那誰是尼比魯呢 尼比魯算是我們靈裡生存虛構的人物 這個角色實際上是由Hoshi來創造的 結果他的名字還有他的外型是由Hoshi決定的 他後來的故事是我自己亂加上去的 對亂加上去的 後來發現這個角色還蠻有趣的 我就繼續用啦 21集的那個人是什麼東西 你連續問了五遍 是不是這個問題很重要啊 我是知道很重要要講三遍啦 在21集出現的那個角色 他的名字叫做威爾蒂史卡魯 這個名字是從家庭教師這部動漫出來的 威爾蒂是家庭教師中 阿爾科巴雷諾的其中一員 在動漫當中威爾蒂是一名科學家 而史卡魯也是阿爾科巴雷諾的一員 這個角色他是 他到底是什麼啊 他好像是什麼特技演員之類的吧 他有個稱號叫做不死的史卡魯 反正他就是個不死之聲 他的名字其實帶有骷髏的意涵 我是覺得科學家還有骷髏這兩點 很適合用在他身上 這就有關於之後的劇情啊 再來如果你有仔細看那部的劇情動畫的話 你應該有發現後面有一個蛇之手的標誌喔 蛇之手是從蔡莫莫那邊來的一個虛構組織 那我應該也只能講到這邊啦 在後面的話就有點太多了 再來我幾歲當youtuber多久了 幾歲剛才講過了 喔這個問題真的回答好幾次耶 我是沒有很喜歡稱自己為youtuber啦 不過如果是說從第一部影片發佈至今的話 應該是四年左右 應該啦我自己也有點忘了 不知道啦如果是一種娛樂的話 你也不會記太多啦 我唯一記得是我的第一部影片 非常的不堪回首 有機會 真的要坐 sur 我也有機會 你找到這部影片 有機會 有機會 又是 在想說 測航 一些 指按 是的 我們